台北的臺灣文學基地 在兩年前開始提供母語講告書 拜日禮拜都會搖車志工 跟孩子說回本告書 做回給母語 不過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參加的發展民眾有較少 關風口路和高載 落作壓頻 讓民眾繼續學母語 臺灣文學基地的母語講告書 搖車大人 但孩子做回來聽志工媽媽說沒機會本 今天也透過故事裡面的統分 小介代紀的說法 志工媽媽說 他的特別經 本土做家 或是更活潑有音教的悔本 讓大家感覺出味 台無人記得也表示 他們自兩年前就有報寄公告所的活動 不然有台寄 發寄 客寄 也想要開設關注民寄 希望繼續提供這項活動 不過最近受到疫情的影響來參加華黨的家庭 民憲減少 台灣文學基地也表示 現在有在考慮用六項的方式 把每一條報寄公告書 收集加速告載 用各種意義 把報寄繼續團入去 記者電話離學會正派文 台北採訪報道